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小胖冰冰在美国 我是最多美国售的美国房产经纪冰冰 我是最多美国房产的学务师小胖 对大家知道呢我们聊了这是第四期思想 我们给大家介绍耳湾周边的思想 没错然后我们从第一期介绍耳湾City自己的 然后再介绍了St.Jones然后St.Marguerite 然后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在华人的圈子里吧 对富有盛名的对就叫Fremont 对Fremont那这个学校呢我之前呢我也是如雷冠 鼎鼎大名就一直听这个学校 对我之前听是因为就是我听到的是三番那边的Fremont 比较好但是不是这个Fremont 我们课上来的时候也做过一些就是看过 网上看过一些调查了 但是普也反映这个Fremont也是蛮好的说 他的升学率非常好怎么那么低 那今天呢我们就大家大家去看一眼 那我们先说一下吧这个学校其实蛮悠久的 是的他建校在一九五几年 对一九五三年就建校了 对对对 那目前呢他这个学校呢有很多个校区 包括在北加南加 目前我们去的是安德汉姆校区 也是我们这边的比较多人去的地方 然后呢他在这个尔湾的南边 San Juan这里呢又会已经开了一个新校区 这个校区呢是从小幼儿园一直到高中全部都覆盖的 哦那你再说一下他的比如说他的AP课呀BI课呀 还有就是说他的学费先说一下这些吧 基本情况 对那这个学校呢AP课呢一共有20门 国际的那个IP课呢一共是19门 所以这个门数呢还是蛮多的 对其实跟大差不差 比如说咱们说的San Jones是22门 对 然后诺墨尔湾的那个呢差不多也是189门 对 然后大尔湾的没有IP课 但是San Jones有IP课 那这里也有IP课也是不错的 没错 那学费呢 学费的话他从便宜就是初中的话他学费比较低 一万五到一万八吧一万八千块钱起 最高呢到四万多高中的话大概四万块钱的学费 那他也是从K级开始吗 对因为这个学校就是他不同的学区 是有这个有的有pre school的 然后一直到高中的 那这个我们今天去看这个呢是高中只有高中 这个学校里面呢是四百个人 那他好处我听说就是他不需要 比如其他学校需要学生的语言成绩 比如说对国际生来讲 那他不需要对不对 是的 那这个学校呢 他之所以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好像相对是比较多的 然后呢 之所以这么多学生会去的话 就是因为他门槛相对于其他学校来低 要低一些 因为如果你没有托付成绩的话 他们是可以办理入学 然后在里面先学语言的 哦 对 那就比较适合就是 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个客人家的女孩 就是他不愿考托付 那这种呢就比较适合他 对吧 因为有很多就是要考托付就是很麻烦 他就觉得废事那就不考了 他是比较喜欢这种的 没错 但是呢这一次去看这个学校之后呢 其实在我心里 你想吐槽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 就是让我大失所望啊 几个原因 因为其实要看下来的话 硬件设计这个学校是最差的 因为他太散了就没有很集中 就很多设备都不是很好 对因为他总的这个校园呢可能 可能呃楼就就就干干干算这个教育楼的话 一共可能就就三栋楼 那高吗还是种平 他平的 哈哈 所以他很小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 那所以说我看到他就没有办法跟其他的私校那个硬件设备来比啊 然后呢第二呢就是其他学校可以有这个体育啊 摄影啊等等的这个课外活动的话会比较丰富啊 这个学校他呃硬件条件就在这放着可能就是一个篮球场 然后另外呢这个学校主打的是他们的辩论队比较强 所以说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可以选的这个课外项目的话可能相对也可能 但是辩论队他就很矛盾 如果是咱们华人的孩子刚来的谁能参加辩论队的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第二点我要吐槽呢就是我去这个学校的时候呢就是里面 我视频里头不知道大家看见没看见啊可能会剪掉 就是我们在楼道里走的时候可以大量的听见华人用汉语交流 同时呢还听见了就是呃不太好的词汇 然后大声的吼叫 然后我们那个客人马上脸就黑下来了你知道吗 对对对 因为之前呢我也听过别人说这个学校 然后我也听过一些不好 所以今天呢我们只是呃传递最我们看到的信息给大家 对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分析 但你说还是有很多人去没错 有很多人去的原因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其他的进不去 呃其他他门槛第一是一方面第二呢他的升学率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他我一直听到好的原因 就是他升学的这个毕业生都是去名校的对吧 然后呃去年的数据也出来了 就是说呃他们呢基本上95%的人都是去美国排名前100个学校 毕业生 然后像你们毕业生里头去你们西北大学的也有 哦是吗 然后去斯坦福的去什么康奈尔的 反正只要是大名牌学校肯定都有人去 但是毕业的这个呃 呃就是个毕业生的去向倒是挺让人满意的 我觉得那真的很让人满意 因为我知道题外华西北大学的本科招生比例很低 对啊对啊对啊 就是说他毕业的毕业生的去向还是蛮好的 GPA平均也就呃4.0 哦 然后呢他的这个呃 STA平均分也是1200多分 所以说成绩来说他不错 对啊 但是目前就是可能 但是可能你吐槽的就是他的华人比例高一些 华人比例高一些 然后可能都会用中文来交流 可能他比较硬式吧 我觉得这个学校可能比较硬式 对 但是如果是多方位的兴趣发展可能不太好 这是我们传递给大家的啊 是的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关于这个学校的信息都可以给我们 因为这次分享给大家 对 因为这次tour的时候呢也是很快 对 就因为学校很小就十几分钟就完事了 没错 我们可能了解的不全面 如果大家有自己的孩子在这里 或者说想呃说一下就是呃 他有很多的课外班呀怎么怎么样都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再分享给大家 是的 我们看的也只是刚才汉校区比较局限啊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那我们私校这一块呢 我们就到此为止了 因为其实反响也不错你知道吗 因为在我们的抖音和近日头条上都有客人来反款 都有客人来逛要信息 那要信息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具体的信息我们是没有的 因为我们不是留学中介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只是说带客人去看 然后把我们直观的信息给到大家 没错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呢 我们可以有一些网站给到您 是的 然后您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对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就是呃 告诉您有哪些留学中介您可以去问一问 因为你知道吗我我不是原来在国内的有一些朋友吗 嗯 然后有些名人的朋友 我我突然有一天我有我有一个艺人的朋友就问我 因为他孩子要来读书了 他就发给我很多学校 他问我哪个学校好 其实国内中介推的很多学校都不是很好 哎这个是的 对然后我就告诉他了一些好的学校 然后他就找国内的中介推 国内中介就说哦 这些学校进比较难 或怎么怎么样 是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其实你应该先过来 都看一看 对对再看 然后他也在问我东部的学校 我说东部的我真的不是很了解 因为我们不是住在那 然后那我们住在这边呢 我们就分享这边的思想给大家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都留言给我们加我们的微信 那好了那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